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佩博公民新聞報 佳穎的布袋是臺灣養殖漁業的重鎮 養殖業者經過一整年的辛苦照顧 在歲末迎來豐收的好成果 將來豐水豬的水面上 有一片雲的太陽明明邦 是今年有另外一種 將現地的空間進行發展的運用 才有靠我們家吃穿的日常生活 當時有了雲用一個生活的故事 這幾年三百雲正經 蘇山新一齣總管的衛兵 小青農雲 像我們都是賣航空的 所以它的要求會比較多 它會要求魚的殘子不能有土 不能有飼料 所以一早大概七八點左右 它會先農雞 就是用森林啊 然後放在竹筏上 四處亂釣啊 它就會導致魚群亂竄 那魚群亂竄 它就會將腸胃裡面的東西 都給塗光光 這樣就很乾淨了 這件中島的時候 魚鴨也開始搭建鄉土型的空間 不就是讓我們家裡面的魚群來一種的地方 出事魚群也點四周圍就去下榜 最大的希望報到先一段胰口 那下完之後呢 將尸體的魚全部圍起來 然後精油就是電極 讓它們暈厥 再進行補牢 然後進行保利龍 封磚冰凍保存 在泡市跟我們的小魚村 每一個客廳吃飯的魚群民雄 都充滿著細心 在近身的台島 來面對魚群出過的年紀應變 新北市平西的京同國校 雖然學生人數少 但學校著重音樂教育 成立選樂團 讓孩子也能夠從小 接受音樂的熏陶 培養興趣專長 孩子們認真練習的神情 拉奏出美妙悠揚的樂聲 他們是隱身在平西山區的 京同國小弦樂團 全校僅有34位學生 皆是弦樂團的成員 這所偏向迷你小學的學生 孩子們早上7點到校上課 由學校供應三餐 大多數學生會選擇 參與課後活動直到晚上 學校已成為他們第二個家 學校提供這麼好的資源給孩子們 那我還是希望我們 進入孩子能夠珍惜這份資源 機會能夠發展出他們的興趣 那以後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回饋學校 學校堅持給予多元的學習機會 著重音樂教育 透過成立弦樂團 開啟孩子們看向世界的那扇窗 我喜歡音樂 然後如果我假日有空的話 之前我都會把小弟弟帶回家 布下一顆哀樂種子 慢慢用心呵護灌溉 期待他們茁壯後能回饋鄉里和社會 發的好不好 不是那麼重要 有沒有自信 上台之後 會不會卻長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東西 偏鄉的孩子不輸人 只是機會比別人少 藝術是孩子成長的一環 發展音樂特色教育 重新定位偏鄉小校 讓身處環境劣勢的偏鄉學童 不再受限於距離 能享有豐富的學習資源 也讓音樂教育的種子 得以繼續向下扎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